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想牵走 我自己 妹 这姑母给了餐馍费 我这平时也不少的吃 再吃个好的 好 我大哥在这哭啊 大哥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大哥 我这 我这来这边谈业务 这我刚一下火车 这我手机和包 都被偷了 这特别无奈现在 哪也去不了 那收分证什么的全在包里边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哥 现在这社会小都挺多的 这事我以前也遇到过 不过我遇见了好心的人 他给了我点钱 这世界上还有好心人多呢 哥咱把咱只有那两百块钱借给他吧 咱可以不吃好吃的 可是你看这个大哥身无分文的太可怜了 要不咱就把那两百块钱借给他吧 妹 我也正有此意 看这个大哥确实怪可怜的 咱呢 就不去吃了 把这钱借给大哥用 嗯 大哥 你收下吧 嗯 兄弟 这不合适吧 大哥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你看 这两百块钱不多 你就收下吧 嗯 大哥你也别嫌少 这是我哥这个月的餐补 兄弟 兄弟 真谢谢你们了 什么谢的 这出门欲贵人 还是好人多啊 谢谢你们 哎 大哥 这两百块钱 你买点吃的 如果不够的话 以后 我家 就在那 你可以过来找我 谢谢你们了 哎 客气了 妹 走吧 嗯 大哥 我们先走了 这 这还是好人多 这两百块钱 就足够我回到家里边了 妹 是哥对不住你 是哥 在工地上干活不小心 哎呀 把腿给摔 全都残疾了 你呢 紧收了那点学费 咱都让你上大学呢 拿过来给哥看腿 可真对不住你啊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哥也不上大学 可我不能 不能不要你这个哥哥呀 妹 咱俩从小就没了父母 这好不容易 我呢 现在 也能挣点钱了 咱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日子也渐渐好软了 可是 没想到 老太古 谁呀 妹女去看扇门吗 嗯 谁呀 谁呀 来了 来 大哥 哎 你哥在家吗 嗯 我能进去吗 嗯 哥 有人来了 哎 大哥 哎 兄弟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这怎么了 我就是在屋里干活不小心 把腿给摔残了 对了大哥 你今天来我家干什么呀 我今天啊 我原本来这边谈业务 这不是你给我200块钱吗 我就回到家了 回家这次把手机啊 什么身份证啊 全部补办一下 我这次啊正好来这边 我说过来看看 然后打听一下 就来到这了 没什么可看的 大哥你忙 你就先去忙吧 我也是从农村过来的 再怎么样 我也知道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保 哎 这 我刚才呀 在外面听见你们两个的对话 你妹妹要上学 你的腿呢 又这样了 另外呀 你们这个房子的房租 也到期了 我 就跟我老婆 刚才在外面打电话 商量了一下 我这样 带了张卡 那边钱不多 有20万 20万 20万够多了 大哥 兄弟 你不知道 这在我们那边呀 这报恩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我觉得你对我好 我觉得对你好 这人嘛 是相对的 这钱呀 你就拿着 密码是六个零 你拿着 你拿着吧 你拿着 我可以一遍都还不了的 不用你还 你拿着吧 另外呀 我刚听说 你妹也考上大学了 对吧 对我妹可孝顺了 为了揪我腿 然后给她攒的学费 都花光了 我刚才呢 跟我们那边的人联系了一下 这样可以直接过去上学 大哥 做我也编妹 安排好学校了 这过去啊 直接就能上 做钱的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他打起了送货费呀 租租费呀 什么吃饭的呀 全是我负责了 真的吗 真的谢谢大哥了 然后我在那边呢 还有一个公司 然后你就跟我过去 在我公司里面 负责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大哥 我这腿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呢 没事 没多大文化 就我们在城里边呢 相信条件还不错 我这次过来 就能把你们接过去 然后让妹有个好学校 让你们呢 也好好治疗 妹 快谢谢人家 谢谢哥 没事没事 那咱们过去吧 这时候也不早 我车还在外面请证呢 行 来慢点 大哥来慢点 哎呀没事兄弟 慢点慢点 马力回来了 董哥 董哥 怎么了 哎 哎 玛丽 我听说 那海贼王 要上电影了 而且 你不是最喜欢看海贼王了吗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动漫吗 看什么 看哪还有心情看电影呀 走啦这是 我说都失业了 我们这个经理啊 蛮不讲理啊 这 我就 我就顶撞他进去 他也把我开了 哎 你说那公司 本来那些领导 为人作风就不行了 我觉得要不 我有个大学同学 他那 他在方圆集团上班 他说他们那老板挺好的 而且同事相处 都挺融洽的 我觉得 你可以去纳静聘一下 方圆集团 那行吧 那我 这几天 我就去看看 哎 哎 哎 别想着这凡事 走 我带你去看电影去 走走走 行吧 进 你好 我是来应聘的 你好 董哥 这 你 你怎么在这呀 这就是我的公司啊 你 你的公司 对啊 开什么玩笑呢 你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搞合作剧呢 你打开起来 你别坐人家位置 玛丽 实际上晚 我这儿 精心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惊喜 一年前 我当时 我当时穿了一身农民工衣服 与你交往 你呢 不但不嫌弃我 而且 还特别喜欢和我一块出去 买买东西 我想着 我一个农民工 肯定会救你人呢 没想到姑娘 你人那么好 哎 以前 我跟他摸几个女朋友 可是 那些女朋友 都贪恶我的钱 和我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为了爱我 只是 自己 为了自己的利益 得到了钱之后 就走了 我呢 伤心透了 一开始 不打算恋爱了 只是 家里面的人 想着 我也那么大了 是说 好好恋爱一场了 没想到 玛丽 真的谢谢你 你让我又相信了爱情 那 一年前 咱们两个消遇 是你计划好的 那一天 我上下班的时候 看见了你 在那位流浪猫 而且 觉得这个姑娘 挺好看的 每次上下班的时候 都留意了几下 你呢 听他和那些小猫 你会说 还有些小狗 我还挺开心的 我就觉得 爱动物的人嘛 他肯定心理善良 就托人 打听了你 就想着 与你交往一下 这一年来 发现你这人 却是人品提好的 而且 长得比较水平 比较好看嘛 所以我今天 决定亮度我的身份 那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德哥 而且 咱俩都交往一年了 你这都骗我一年了 你现在才告诉我实话 玛丽 你别生气 别激动嘛 我呢 不是看你上周 被精力给辞退了嘛 我看 那家公司 本身都对你不好 你现在那么努力的工作 精精业业业的 就给你那点工资 我呢实在看不下去了 而且之前 为那些女人 伤得挺深的 我呢 就觉得这社会挺黑暗的 是你 让我相信 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经过这一年的相处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真的心里非常善良 而且人特别好 特别懂我 我呢 就觉得 是时候给你坦白了 就想着给你个惊喜 我以为你会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 可是德罗 你骗了我这种一年呀 这种一年来 我对你都是真心的 你呢 玛丽 你别生气吧 我现在真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那好吧 那 就我就不用看了 你都为人 我当然知道了 这次让你特意来我公司 就想着以后好好陪伴 这样咱俩上下班 也能一起了 也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那 那好吧 那玛丽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稿位吧 让你看看你的新同事 行 走吧 我 可我已经意识到这个 好